能源和经济不分家 谁抓住了能源 就是控住了经济 进而掌控了国家的发展 俄罗斯因为天然气和北希尔项目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整个欧洲的撕裂动荡 既有自己内部的问题 也有外部原因 美国仅仅抓住了碳中和这个历史机遇 布下一盘大旗 表面联合西欧 支持乌克兰 合纵连横 打击俄罗斯 实则联盟内部早已冒合神离 暗波汹涌 一顶欧洲能源霸主的皇冠 因法德渔蚌相争 美国背后坐定 观金与善 坐收渔翁之力 既断了俄罗斯的天然气财路 又做大了自己的天然气业务 大国间博弈 谁将独领风骚 谁又将满盘皆输呢 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分三个层面 来谈谈欧洲的问题 第一层 浅层看见 谈一谈俄罗斯怀避其罪的道理 第二层 中层看见 谈谈欧洲内部分裂的根本原因 第三层 深层看见 谈谈美国的阳谋阴谋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童子 我们又见面了 麻烦大家点赞的时候 按住点赞的键 三秒不放手 非常感谢 我们古代人很聪明 写了很多故事会 记录在一本叫左传的书上 为的就是以历史告诉后人 别瞎干 这左传里头有句话叫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啥意思呢 你要是个球光弹 没人搭理你 你要是怀揣了一个宝贝 那对不起 你可能就要倒了大霉了 俄罗斯因为拥有 欧洲这个天然气市场 怀揣了宝玉 被美国看上了它的市场和支配地位 所以俄罗斯终究是要倒霉的 美国上下其手 在欧洲各个国家游说 宣传俄罗斯你要称王称霸 把地区紧张趋势煽动了起来 后大家一起加入了北约 合纵连横 还把乌克兰这颗亲美反俄的旗子 搬出来 在边境闹事 挑动地区的紧张态势 完全不讲武德 果不其然 欧洲大国们很快就上了套 放弃了俄罗斯的天然气 开始采购美国的天然气 然而六国罚勤几次不成 源自其联盟内部本身 就不是铁板一块 有这么个事 2021年的最后一天 欧盟委员会向27个成员国 分发了提案 目标是希望 把核能和天然气 列为绿色能源 谁赞成 谁反对 赞成的是法国 因为法国一直依赖核电 自己的核能技术一直领先欧洲 目前法国还要75个核电站 再提供电力 如果核能被定义为欧洲首选能源 法国还能把技术出口创汇 反对的是德国 奥地利 卢森堡等国家 他们口称核能是有问题的 一旦炸了 会影响整个地区的环境 平时还可能要产生大量的核飞料 天然气也不行 燃烧的时候还会含上二氧化碳 在之前我做的一期 关于碳中核的节目里 咱们也讲过 师德是揣着明白装弧度 用可再生能源 我们有优势 用了核能 法国就会化育权了 这怎么能允许呢 所以矛盾就来了 在德国阵营里 核能不行 天然气也不行 就应该发展可持续再生能源 那法国热营里 可持续再生能源 就是扯淡 核能才是王者荣耀 如果推动去核能 不仅法国会被怕死 对核能技术擅长的俄罗斯和中国 也会顺便被踢出局 德国就能发挥自己的优势 甚至还能把自己擅长的技术 出口全欧洲 而如果推法国总统马克龙 可以完成连任 不仅能获得欧洲的主导权 还有可能借此机会 指欧洲未来发展之牛耳 既然双方阵营在利上 完全没有共同点 所以斗起来也必然了 然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最后是赢家通吃 还是两败俱伤呢 欧洲内部的撕裂 源自美国的挑唆 这是客观事实 以目前情况来看 虽然俄罗斯被美国 立成了一个假想敌 但欧洲内部 是撕不出来个新老大的 只要美国在背后提线 这些摸是没得搞 我们来看几个报道数据 一 本月初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报道称 美国2021年12月的 液化天然气出口量 达770万吨 首次超越卡塔尔和澳大利亚 随着欧洲对天然气的需求 持续强劲 美国在2022年全年 仍将保持最大液化天然气 出口国地位 二标普全球普世能源咨询公司预计 2022年将有3到5个北美 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 达成最终的投资决定 美国将出现第三波天然气出口新浪潮 三华尔街日报说 现在的市场条件为美国 液化天然气出口创造了一个理想的谈判地位 欧洲和亚洲的天然气价格仍然很高 而2021年冬季初期的温暖天气 帮助美国压低了天然气的价格 同时乌克兰的紧张局势预示着 俄罗斯出口天然气补充欧洲 枯竭库存的前景不乐观 这意味着美国第三次液化天然气出口 热潮的实际可能来到了 两次提到第三次天然气热潮 既然欧洲内部没有共同利益 各自心怀鬼胎 美国就利用这些国家被靠背的机会 明修战道 表面上树立起共同的敌人俄罗斯 竖起大旗联合起来 另一边暗渡陈仓 用自己的轮船往复美欧大陆 源源不断地把自己的天然气迈向欧洲 赚得是盆满钵满 如果只为从内部分而置之 顺便从中赚取钱财 这些不过是美国的洋谋而已 那除了洋谋之外 就没有啥阴谋吗 当然有 美国背后实际打的算盘是 如果欧洲继续在天然气供应上 依赖俄罗斯 欧洲能源必然受制于俄罗斯 那么将来在地缘政治的一干问题上 也会受制于俄罗斯 等时间久了 就只会越来越和俄罗斯同心同德 言听计从 到时候美国说什么 欧洲都听不进去了 这个结果才是更加可怕的 所以一边把钱挣了 一边让欧洲内部继续分裂 更重要的是 断开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顺便把欧盟这个能源依赖 过寄到山姆大叔自己的手里 才是美国对整个欧洲下的一盘大棋 那在这盘大棋里 俄罗斯就是那个怀避其罪的倒霉鬼 而乌克兰也不过是一枚挑动俄罗斯情绪的诱饵 一个早晚都要被杀掉的鸡 给欧盟这些猴看罢了 我是童子 喜欢本期内容 麻烦大家点赞的时候 按住点赞的键三秒不放手 给大家我全力支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